而阿里山的森林铁路主线停驶了四年 最近打通工程的任督二脉 预计今年底也会全线通车 103年历史的阿里山森铁 受到地形跟地质影响 百年来是经历了白场以上的天灾 最艰困的平哲纳跟多灵隧道 两项隧道工程已经完成了 现在正展开了钢轨铺设 6月中旬完工最快年底通车 阿里山森铁也将新购实列的森铁小火车 要再现森铁风华